我们看那个韩老师的英文打电话 说韩老师打电话 我知道呀 明天还要去上海 我九点一天 他们会生气吗 当然不会 我们计划了好久了 这个是谁能生气的 开玩笑吗 当然不会 大家都能理解 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你这么生气 这有时候吗 我前几天才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请我们 先请我们吃饭对吧 他一直操心我们没有房子 我打最后一个电话 他每次都会像 我们俩刚认识一样 问我花败怎么样 有没有钱 钱够不够 需不需要帮忙 习惯这样 你现在三个孩子不容易 就是 说什么 这是蛮难受的 他不去了 希望他们不要生气 他们不会生气 我一定都说了 他们不会生气 那以前他们不会生气 zeker 客人 好 安娜萨 很多人都说 我的绘画之路 走得格外平坦 有人夸我天赋高 有人说我运气好 有人说我够努力 其实吧 我有一个好师父 我的老师杭中吉先生 于2024年7月26日 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上大三的时候与他相识 惊人介绍 我向他白识学艺 总有人调侃 你们一个话油画 一个话国画 牛头不对马嘴 沟老师却永远不会生气 他总是笑脸相迎 对着他们说 探讨技术 那是低级的学习 而我们 总搞一些高级的内容 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谈话 他说 不小了 上大学快毕业了 要减轻父母的负担 好好画画 好好卖画 好好工作 你要靠努力 凭实力 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 大部分的艺术家 给人的感觉都比较慵懒 而因为他的关系 我异常的勤快 在他的督促下 我拿到了所有 可以拿到证明自己的证书 他跟我说 这些证书 就是一张张无形的嘴 你不需要去跟人废话 你按下心 好好努力 画画 做作品 任何形式的艺术 都可以 不要因为你今天 在俄罗斯学的油画 你就一辈子 只会画油画 艺术 是抒发人内在的精神 而笔 颜料 只是媒介 把思想和感动 传递给他人 就是真正的艺术 随后他又说 你看我 今年都什么年纪了 我依然 在寻求改变 寻求进步 杭老师 对于能达社的自媒体视频 一直都非常支持 他总说 很开心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里 看见家乡的美 也让更多人 了解我们异星 了解我们中国 前几天 我们还通了一通电话 我说杭老师 我想去看看你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他说 我身体好得很 你就不要来看我了 我在家休息一下 虽然我也知道 他是卖不开面子 状态没有那么好 我也知道 他是一个要强的人 于是也就没多说什么 随后他也表扬了我 他说你这个中国车的系列啊 拍的我非常喜欢 我以前都不知道 中国科技这么厉害 这种视频你要多拍 国会要多支持 不要觉得有人说你两句 你就觉得害怕了 就退缩了 要坚强 要坚持 还有什么比我们搞艺术 更难的呢 我说前几天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 爱国是一种人设 让我不要再拍这种题材了 他说爱国应该是一种本能 是一种行为 他还听说我和包总 要支持孩子读书的事 让我也坚持做下去 随后又问我 你钱够不够啊 今年收入怎么样呀 三个孩子 房子解决没有啊 三个孩子 压力可大了 继续努力 更加努力 这就是 他跟我通过的 最后一个电话 他总跟我说一句话 不及魁步 我一直千里 话就和人生一样 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落下来 最后我想对我的师父说 天堂 有画不完的美景 记得别闲着 好好照顾自己 下辈子有机会 我还做您的徒弟